第五十屆金媽獎最佳劇情片得獎的是 血觀音 血觀音是一個不正向的電影 在這個需要正能量的時代 但我認為揭發了某一些黑暗 是讓這個社會更進步的一個動力 2008年魏德盛導演的台詞說 算了也拿去BOT 害也拿去BOT 什麼都拿去BOT 但是現在十年之後 每一家都在BOT 而且勞工的工作時間更長 我安婦這個世界 所以我要說的是 在這個社會裡面 沒有人是局外人 謝謝大家 我爸十幾歲就出來做算命的 他腳斷掉大概就十歲十一歲的時候吧 然後後來就都學算命 大概十六七歲就出塞啊 就自己出來做 我小時候覺得 我蠻不喜歡算命的啊 但小時候不覺得 可能會覺得他是神棍吧 因為學校老師都會講說算命是迷信啊 有一次我確信他是非常準的 因為有一天我在寫功課一下午 然後有一個女人就是 進來我家算命 然後那個女兒就說 他要去美國 他問我媽說 問我爸說可不可以幫他補掛 注意一下是不是有火關啊 車關啊水關啊 以前的人都這樣 我爸幫他補掛 補一補之後 我記得很清楚 我爸跟他講說沒事情 很順的這次 然後他就 他就謝謝要給紅包 我爸就說不用 你是那個某某某 比如說張大魯介紹的 所以這個 今天這個事情很小 我就不收你紅包 但這實在太奇怪了 然後等他走了以後 我爸就說他出不去 隔一個禮拜之後 因為以前的那個報紙 就是 他被他姐夫殺死了 因為他要躲他姐夫 他姐夫就想追他這樣子 然後追不到就把他殺了 所以他出不去 我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大頭照 我說這不是上禮拜來的那個女兒嗎 我爸就說 只要補到死掛的 他們基本上都不收錢 爸爸有幫你算過名 小時候有 但是都不信啊 他有幫全家人寫一個 我們那個叫名聰 名聰就是從你出生到過世 都有寫的一個東西 但 我基本上看了就忘了 有沒有寫到你以後會當導演 他其實不太 他應該是很不希望我做 非正常職業吧 他就說你不要念這個學校 你去念高職 你去念武專 大船 畢業了就 就 就去做事 要不然你就是 國中畢業就來跟我學算命 但我不願意啊 因為我覺得大船 可能那時候 媒體剛解禁嘛 記者需求量很大 你覺得那個工作應該是 蠻保險的 然後就想說去 去試 其實我在大船系 工會非常好 因為是要拿獎學金嘛 就是 學費啊 什麼都要自己來啊 就想說 每學習拚一個 第一名第二名 可以拿獎學金 但是 畢業退伍 去 所有的媒體 電視雜誌 廣播 只要是 記者類的工作 都沒有一家要我 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啊 就是廣告製片公司的助理 它是那種很 很日式很老的公司吧 就是 進去的第一天 還要被公司守則啊 還有招會的那一種 早上八點上班 遲到十分鐘扣 一百塊什麼 二十分鐘五百那一種 工作哪種是做 各種助理的工作 就是寫腳本啊 賣洗衣機的腳本啊 或者是有時候 因為我們是製作公司嘛 有時候 拍的時候去 當助理幫忙一下 製片助理這樣 對 不過做一年多而已 我就 動沒掉 動沒掉了 因為 很年輕 就會覺得 其實那時候會有點生氣 就是拍廣告這件事情 不停的在說謊 到一個製片公司 到一個製片公司 然後他都是專門做那種 半個小時的 短的戲劇節目這樣子 但其實我在 拍廣告 就是 退伍的第一年的時候 我就兼差在寫劇本 對 可是沒有拍嗎 那就是寫劇本 對 我就是幫忙寫劇本 那時候就寫什麼 野麻雀啊 什麼的 然後第一個劇本就 就拿到金馬獎 最佳短片 然後他們就覺得 我很會寫 但是其實我根本不會 我就是看 去電影圖書館 借那個劇本 看他格式是什麼 照著 照著寫就是 但根本也摸不清楚 寫劇本是什麼 寫一寫 老闆就說 那你不如 你那麼會嫌 你自己拍吧 那等於有點 東摸西摸 憑著在拍廣告的時候 的那些 記憶 還有學校學的 一些基本概念 開始拍 但老闆很不錯啦 老闆是 剪接師 然後老闆在剪 我拍的東西 他就剪嘛 我就會坐在旁邊看 他就會教我說 哎 你這個要怎麼樣 276 286 我一天幫你剪七雷剪 兩天剪幾個 十四下 那家製作公司 有點惹毛我 就是 他把劇本給我看 然後我 我看那劇本就是 那劇本我怎麼拍 就是一種 八股 然後 就是一種 講什麼人多善良 就是那個劇情 胡扯到一個程度 就好歹也 得過獎嘛 對不對 那 我 你不讓我見編劇 他寫什麼我就拍 然後就有點跟那個老闆就 有點 鬧便了 我一塊錢就不要 然後我心裡面就只有在 心裡面暗暗的發誓 產業要升級 讓我示範一次 什麼叫做好的劇本給你看 來來來乾杯乾杯乾杯 上面呼人在賣散 下面官員還討紅包 這個面子能不做嗎 因為要拍那個3P床戲 但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害怕拍床戲 但是要讓演員很舒服的狀況底下 就是我跟工作人員要喬到最快 你們來躺好 然後我跟你講怎麼樣 然後拍最好一次兩次就OK 這樣大家最不尷尬 所以會還有啦 還有那個唐寧那個角色 他做愛要就是客藥嘛 所以我們還去看那個 金馬影展剛好有講一些 那種客藥的 真的客藥的紀錄片 然後就帶演員去看 帶攝影師去看啦 然後研究各種A片的體會 因為我們又 我也不想跟女明星講說 你可以露點什麼 我完全不想 所以這種事情就要有很精密的計劃 就各種A片的姿勢 然後狀態 研究清楚 有的時候 一年有幾千部電影 和你一樣好的 可能有20部 這20部其實很難選擇 但是最被看到的那幾部 有時候是運氣 有時候它不見得真的好 所以被世界看到 基本上是因為我們被訓話了說 我們是個小地方 我們需要被看到 美國人說我們需要被看到嗎 沒有 中國 中國片可能也會需要被看到 因為就是民族自信被貶低的時候 就會有這種需求 但與其說是被世界看到 倒不如說 認真的做 被觀眾看到 然後 並且在 在大部分的 觀眾的腦袋裡面 是有 留下一個 記憶度的 那就算成功了吧 看到 結束 rechts 嗶 成功 憑 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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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n 啷 啷